各位童馨大家好 有精神 刚刚看应该蛮多人有点累 爱睡吗 天气有点凉凉的 稍微爱睡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历史的轨迹 现在在场的 大家觉得自己对台湾的历史 有很了解吗 不了解 尤其原本以为自己了解的 来到台湾民政府上课之后 就不了解了 有这种感觉吗 好像台湾民政府讲的历史 跟你原本从小到大学的 有点不一样吧 我是怎么来到台湾民政府的 我来问问看 我在现场的童馨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是被逼来的举手 有啦 有人偷偷的 这里有一个 旁边的逼你来的 是你逼他来的 你也是被逼来的 也是被逼来的 我也是被妈妈逼来的 我当初是我们家隔壁一个阿姨 她就跟我妈妈说 我告诉你台湾要变天啊 然后我妈就说变什么天 台湾要换政府了 你不知道吗 我妈妈说真的吗 说真的 台湾民政府有听过没有 没有呢 要换台湾民政府要执政 我妈妈说 这样吗 没我们回去跟我们女儿子说 我妈就回来跟我说 我第一句话 一般正常的反应是什么 你让人骗了啦 你让人骗了啦 对啊对吧 哪有可能 不可能嘛 不过妈妈嘛 又是隔壁的好阿姨 她就说 没有 有妈就跟我说 她说 不然我们去他们说 有那个周办公室去听看看 听看 看人家讲那个台湾民政府是什么 那时候呢 我实在是很不想去 可是我妈就 一直跟我讲 我说好啦好啦 我也怕她被骗 我就跟她去 去到我们周办公室 我们当时 周长 就是现在所谓知识 他就讲 他就说 中华民国 是流亡政府 请问在场 我有看到蛮多年轻人 你们 在来台湾民政府之前 你有听过 流亡政府 这四个字的请举手 有听过 有听过 大部分都没听过吧 因为 我当听到的时候 我想说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是什么意思 可能我是政治能感 所以我对政治我不关心 对不对 年轻人是不是很正常 那 你就不会去了解说 台湾真正国际地位 甚至是说 中华民国 他是流亡政府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她就跟你讲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然后台湾的真正的国际地位 是绿鼠美战 然后讲了一大片之后 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妈就说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很蛮震撼的 你听到没有 我说听到没有 听都没有听过 我说 我们不要参与这种东西 我说这个 不是我们 我就觉得女人家 你知道吗 我就说 这种不是我们女人家 我们对政治又没有兴趣 政治很黑暗 我这样跟我妈讲 我说政治很黑暗 我们不要去参加这种团体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过了一阵子 隔壁的阿姨又来了 她跟我妈讲 你叫你女儿先去上课 上这个初高级班 你先去上 上了之后会有讲师讲 你就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台湾民政府是什么 然后我妈就说 不好勒 她就回来 又开始跟我讲 我就说 我不要去上课 我哪有时间 然后还让我花三天的时间 在那里上课 听我不想听的东西 第二车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说我不要去 我妈就开始录了 月头才录到暗时 我说你去啦 你去啦 你去啦 你去 然后你去听完之后 你再回来告诉我 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我感觉 好像不错 然后我就 悠哗啦 我就说 好啦好啦 我就来 我就来上初级班 我来上初级班 上完 我们现场在座的 昨天到今天 听过几个老讲师讲的课 你们有没有觉得 你听到的东西 跟你 原本所想象的 所知道的 台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 有 有没有 有一点点满腔热血 有没有 有感觉自己比较特别吗 有 我那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我来上课 上完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好像知道了一个 跟外面的人 外面的世界的人 知道的东西 不一样的 我好像比较特别 我好像听到了一个 没有听到的东西 我就带着这股满腔热血 这前提是 我很单纯就相信了 原本 想到有好人 可是我初级班上完 我就相信了 相信了之后 我就去跟我朋友分享 我初级班才刚上完 我就跟我朋友讲 十几年的好朋友 我就跟他讲 你知道台湾民政府吗 然后我就啪啦啪啦啪 然后把我初级班 三天上的课的东西 我就尽量的跟他说 讲完之后 隔了一个晚上 隔天 他就喊了 他就说 我查了一个晚上的网路 我说真的是好朋友 他说 他就跟我讲 我和你朋友 这么久 我很了解你 你很单纯 你拆断 让我骗啦 我说 是这样 然后他就 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知道你的高兴 你是不是 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上网 去查 他就问我 我就跟他说 对啊 是不是 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了解我 我说我真的没去查 他说 网路上就说是诈骗集团 你又去上课 是不是有抽啊 我说没有啦 然后 然后 我就 他就开始问我 你没去查吗 那你说你们是日暑美战 旧经商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不是已经说日本 放弃台湾的 组成全力 名利请求全 那你还说是日暑 回答 然后我就 点点点 我就回答不出来 因为我初级班才刚上完啊 其实我自己脑袋里也有很多的历史的疑问 我无法回答他提出来的问题 可是 很神奇 我就是有信心 我只跟他讲说 不过 我比你更聰明 你说为什么 台湾民政府从之前到现在 已经成立很久了吧 很多年了 这么多年来 里面有很多的 律师 博士 硕士 各个学问都比我高 他们在台湾民政府 愿意相信 愿意付出 他们脑袋会没有疑问吗 有可能 不可能吗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疑问 我就跟他讲说 我早就相信 他们一定都帮我们问过了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讲 所以说 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 因为我还没有很深入嘛 可是啊 你问的问题 一定都有答案 我就能这样回答 这样我有单纯吗 我才刚上完 人怎么跟我说 我就是很有信心 我就说 就很单纯啊 因为 别人讲的问题 就已经 会有答案啊 那我干嘛还花时间去查 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要了解我们台湾 整个从头到尾的历史 以后人家问你们 你们才有办法去跟他讲 那台湾的历史 其实有一点点复杂 它有很多的时间点 是交错的 所以刚上完初高级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疑问 历史有点 boring 无聊 可是你就是必须去了解它 你才会顺理你的法理 我们现场有人 手上有已经去买新台湾论的了吗 有哦 这么优秀 新台湾论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那时候 我刚上完课 就有人叫我去考俊首 里面就有鼓励我去考俊首 我说俊首是什么 他说你真的就是考过了俊首 你就会了解 台湾民政府讲的法理 到底是什么 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 到底是什么 书里面都有很正确的解答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 有没有看过这个地图 没有哦 欧洲人称台湾岛为Formosa 美丽之岛 这个是在13 14世纪的时候 我们开始开启航海新世界 葡萄亚人西班牙人啊 开始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从日本流球 然后一直绕到这里是哪里 台湾 有没有觉得台湾长得很奇怪 为什么分成三块 那是因为 为什么 他画的不正确啦 可是这是最早期 我们台湾的地图 因为那时候航海技术 还不是很发达 他们来到台湾发现 哇哦 这个岛屿怎么这么的美丽 哦 就将Formosa 美丽的意思赐给台湾 所以这个 是最早期的台湾的地图 那我们猜猜看 最早活动于台湾 就是Formosa的外来民族是谁 猜猜看 对 我们不要讲原本居住在台湾的高沙平谱 荷兰还有呢 西班牙 葡萄牙 日本 是谁呢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雷王政府中华民国给我们的历史 记忆 好像 从来没有提到过 日本吧 对不对 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十三十四世纪 日本人 他就已经在台湾这块岛屿 就是Formosa 上活动 他不只活动 其实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几乎就拥有台湾的主权 为什么 刚刚 有人提到荷兰 荷兰 大家不知道吗 荷兰他要进入台湾活动的时候 他都还要经过 日本的许可 日本啊 他一直到1633年 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赴海外发展 才停止在台湾活动的 所以在这之前很早期 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他就已经在活动 我们日本至少比中国提早三百年以上 活动跟居住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荷兰 他算是我们的历史上 台湾的历史上 比较有系统性的 占据台湾的一个国家 所以大家会对他有印象 但是呢 之前呢 这个是 有没有被刻意掩盖 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去思考 很早期 日本人就已经在台湾活动了 那为什么历史记忆里面却很少 1624年 日本他是获得日本幕府的许可 从澎湖转进佛罗莫萨岛占据 荷兰他要进入台湾活动 还必须每一年 他要跟德川幕府进贡三万张录品 日本才说你可以来 这个都是证据 所以荷兰 大家想想看 荷兰他为什么要在台湾活动 大家知道 欧洲 西方世界 他们最喜欢 东方世界的什么东西 有人知道吗 陆皮 瓷器 丝绸 瓷器丝绸 对当时的欧洲的国家来讲 那个是他们的 像黄金一样珍贵的东西 他们呢 都会把那些东西是 供起来的 像艺术品一样 所以 对于西方世界来讲 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经济利益 所以荷兰他们当时 也想要分这一杯羹 那最早期 葡萄牙西班牙人 他们就已经在 澳门啊 下面那一带已经占据了 那荷兰东印度公司 崛起的时候 他要选一个地方 作为他的转运站 所以他一开始选哪里 中国跟西方连接 他一开始选澎湖 可是澎湖当时离中国的大明国 大明国觉得澎湖有点太近了 所以他有派兵将他赶出澎湖 那荷兰被赶出澎湖的时候 他又在物色 所以他那时候是选择了台湾 然后以台湾作为中国日本西方世界的一个转运站 如果今天荷兰他占据台湾为的是这个目的 请问他会好好的管理台湾吗 不会 因为他为的只是经济的利益 所以当时大家就有历史的记忆 我们称他叫什么 红毛鬼子 红毛人 然后大家有去过红毛城吗 淡水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 在占据台湾的时候所盖的一个 战时的那个军事基地 所以并没有好好的对待台湾人 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没有好好的发展台湾 所以其实在十六十七世纪 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知道 台湾是一个很重要枢纽的地理位置 但是文化上的落差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中国的汉民族他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然后还不知道要怎么绘制海图 因为大明国那个时候他们的国情 索国政策都很封闭 这个会造成文化以后对台湾很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影响 中国跟台湾的文化落差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放大解释 你要思考一下 我们接下来所讲的东西 所谈到的历史 跟你原本学到的历史 是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呢 为什么中华民国他要捏造我们属于台湾人自己真正的历史 FORMOSA政权的轮替 我们大概的轨迹 1624年日本让与荷兰 1662年荷兰让与政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 1895年大清帝国让与日本 1945年4月1号 日本正式将台湾编入他的国土一部分 1945年10月25日 因战败被中国人占领到今天 今年已经是第70年了吧 很久了 我都觉得一个人只有一次70年吧 占据了非常久的时间 是不是该还给我们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刚刚的一个历史的转替的时候 请问谁真正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请问荷兰有吗 现在看到的这张图 荷兰只有拥有过哪里 是不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因为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要管理台湾 所以他也没有花时间建设台湾 因此从来也没有建构过完整的主权 那将荷兰赶走的正式王朝呢 郑成功 这一段历史大家就比较有影响了 应该书都有读过对不对 请问郑成功为什么要将荷兰人赶走 为什么 反清复明对他为的是将台湾当做一个基地 他要以台湾作为基地来反清复明 所以他会好好的管理台湾吗 不会都是有目的性的 所以他的目的也没有放在台湾 他只是为了反清复明而已 那他拥有过台湾真正的主权吗 现在看到的这个 是他实际占领的区域 是不是更少 所以正式王朝也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那在我们所认知的大清帝国呢 大清帝国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很多人心目中以为的祖国 大清帝国这张图有看过吗 有看过举手 好 大部分都没看过 请问这是哪里 这是哪一个岛 有人在吗 日本 台湾 这是台湾耶 这是台湾哦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只有画一半的台湾 只有一半而已 因为东半部 大清帝国占据台湾几年 212年 对 200多年来 他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完整主权 他只有拥有你现在看到的地图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国对台湾的领土有效管辖 不及于Formosa的全岛 仅限于六个汉人屯肯区 这就是事实 那东半部为什么 从200多年来 他都一直没有被开发到 因为我们有英勇的什么 高杀主 大家有看过赛德科巴莱这部电影吗 有哦 是不是你进来我的地方 我的猎场我就砍头了 所以 我们归功于他英勇的保护 但是也还有一个重点 200多年其实非常的久 时间很久 但是如果他有心 要好好的管理台湾的话 他所呈现的地图就不会是这样 所以这都是有原因的 在大清帝国所认知的台湾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才知道啦 他所认知什么 当时 郑成功是不是反清复明 那大清国是不是要处理他 将郑成功赶走之后 大清国的皇帝就想 台湾 其实我没做事要爱的 有什么 从荷兰 一直到郑成功 没有人真正的建设过台湾 所以台湾一直是一个荒芜的地方 在大清国皇帝认为 它是一个话外之地 离我的国家又有一段距离 有点远 请问你建设一个地方要不要建设 要不要人 要不要钱 要不要污吏 他没想要花钱 而且他也不想出人 所以他感觉很麻烦 可是那时候 大家知道 狮狼吗 狮狼就跟大清国皇帝建议 你 要把台湾拿起来 不然 南保下一个反清复明 又以台湾为基地 可是台湾啊 虽然啊 没有建设的很好 但是台湾是一个宝岛 为什么是宝岛 气候好 人口又少 物产丰饶 台湾 能够作为一个军事基地 或者是自给自足的一个发展的国家 是很有这个机会的 只是看你有没有眼光就看到它 可是大清国皇帝 他不这么想 他感觉我就是没想要爱 我感觉很麻烦耶 师郎就跟他建议 没案内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将台湾这个管理方法 我们用班兵制度 什么叫班兵制度 班兵制度就是三年为一个任期 我来比喻好了 你控管一个地方要不要文官 就是真务官 事务官 要官嘛 他就规定 你来到台湾 你愿意来的 愿意来这里的 回去之后 一定升官 是不是不错 但是呢 你来到这里不可以带家眷 你家里的人 都要在中国 你只能自己来 然后来到这里 三年一到 你一定得走 好 我们这样讲 从那里来到这里 来回 我们讲 那个 坐船 来回起码也要个半年吧 要不要 当你定居了之后 你了解这个环境 了解里长啊 爱家爱户啊 民生风情啊 然后你要怎么建设这里 要一年吗 差不多吧 等你开始写一些企划书 准备要好好建设 台湾这个地方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要回去了 而且 大清国不让你留任 好 那会造成什么情况 那你会好好建设吗 没差嘛 反正我就来这里 混吃混喝 贪污 腐败 我的官随便坐一坐 我回去 一样可以升官啊 而且我也不可能在这里 继续留在这里 我的家人都在那里啊 因为大清国要控制你 他怕你跟当地 台湾的原住民 原本的居住的人民 结合起来 又反清复明 所以他严格的控管你之后 第一个 文官他不会好好建设 五官呢 他怕谁 要不要兵 他就当地就开始召集 我们的 午夜游民 来来来 没有工作的 啊还有耕种的农民 没工作都来 一样 三年的任期 快到台湾 这样子的文武官员 结合在一起 台湾200多年来 之后呢 的建设发展呢 你可想而知 一定又是落后又腐败 台湾的人民 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 大清国 在台湾的200多年来 台湾的社会就是动乱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 因为台湾的人民 台湾的问题 我的家人都进来 民政府了啦 我妈妈也进来了 可是他一直搞不清楚 这个历史 即使他听我的课很多遍 他还是听了就忘记 他就问我说 妹 我那天有问过你吗 我们为什么啊 为什么说我们是日本人 我们明明不就是中国的后代吗 我就闯过去说 你还在中国的后代 我说我现在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他说你再讲一次 我说 好 我们为什么会是 怎么会是中国的后代 你的记忆是因为 200多年来 时间太长了 他们来到台湾 跟我们原本的人混了 我们在台湾 原本我们就有自己 原本的居住的人民啊 是不是 我们怎么会是中国的后代 我们 我们原本的祖先 是从非洲来的啊 这都是有一个血统的证明的啊 然后 为什么说我们是日本人 我说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因为呢 他是 拥有我们领土主权 的人 我说这样你懂了吗 哦 然后可能过几天又忘记了啦 所以 大家要知道 大清国 他也是后来者 他也是外来者 所以 大清帝国在1887年 他才完成台湾的建神 意思是什么 204年后 他要将台湾 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可以吗 请问可不可以 他插了一步 他插在 他只拥有 台湾 Formosa的西半部 就是刚刚看到的地图 他并没有 征服东半部 他没有建构完整的主权 所以 他无法将台湾 并入 他的版图 这样大家了解吗 从来没有拥有过完整的台湾主权 可是呢 从小到大 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 你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们讲美国 还是日本 还是哪里 每一个国家 他是不是都有 属于他的文化 可是有没有发现 我们台湾的文化很奇怪 我们有东西方的文化 请问在场 应该也有信基督教 也有信佛教 也有信道教 的人对不对 是不是有很多的宗教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台湾会有 这么多融合 的文化 那个就是台湾的历史 台湾因为从之前 荷兰 还有大清国 东西方合并 所以台湾人 很少会去想说 台湾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被冲击什么 我们原本平浦族高沙族 原本居住在台湾的住民 是不是都是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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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文化 虽然都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所谓 泰雅族 平浦族 讲的语言可能 有点不一样 可是呢 大部分 都是以女性为中心 就是母系社会 他们没有 文字 没有书 只有什么 代代相传 不灭的传说 永世传说 他就是用讲的 我们的祖先 多么的厉害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台湾人 一直以来都没有自己的国家 我们才会被荷兰统治 被荷兰占据 被政成功 被大清国占据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被影响 因为他们有制度 他们有文化 我们台湾人没有 这才是原因 我们的猎场 保护好猎场 就可以有文面了 所以这都是我们最早期最早期 属于我们自己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还有被冲击到什么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多的现在的高砂族 他们都姓哪一教 基督教 他们是什么时期受到很重要的影响 就是在荷兰统治的时期 他们那个时候 虽然将台湾当作转运战 可是呢 他有一个施政的重点 他就是将台湾的原住民 几乎都改成基督徒 这是他们放的重点 有通商 然后还有他们的文化 推广的文化 这就是被影响的地方 还有什么 刚 我们刚过完年 对不对 秘书长 在过年前 他都说 过完年之后 我要问你们 台湾民政府的人 你有收黄包吗 有包黄包吗 有啦 这个 是台湾人的文化吗 不是喔 不是喔 我们的过年过节 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三大节庆 元宵清明 中秋七夕 全部 都不是原本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有没有点冲击 不是属于本土台湾人的东西 那是大清国在占据台湾200多年来所带来的文化 所以我们头脑要很清楚 什么是原本属于台湾的 什么不是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没有包红包的文化 没有红白包 现在柯文哲不是也是吗 我们秘书长都讲啊 柯文哲有在看我们新台湾论 所以我们大家也要看 你就会很清楚 我们要脱亚入欧 是什么样的重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台湾被冲击的文化 大家要知道我们最原本原始的文化 就是代代相传以灵魂不灭的传说 那因为被东西方统治的时期 所以才会融合成现在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这是台湾真正的历史 所以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会造成什么 造成说当你现在出去跟人家讲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你被锁在中华民国 他所给你的魔咒之下 他所给你的教育 他没有让你走出国际 其实台湾人很可怜 台湾人的国际观非常的弱 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走出国际去看世界 你要用世界的角度看台湾 你就会看到这些历史 可是我们一直就是存在在台湾的里面 在看台湾 你就一定会被管理当局所迷惑 要不要跳脱 要啦 那大家有看过这一个吗 合约书 1895年大清皇帝正式将台湾籍澎湖永久隔让给日本天皇 1895年 我们是不是签例签例签例了一个什么 什么条约 下官条约 就是中华民国所谓的马关条约 日称下官条约 大清帝国的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陛下 皇帝跟皇帝签订的 大家看到这地方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 啪啦啪啦啪啦 尾度哪里哪里 有没有 这一张合约书叫做什么 土地全壮 土地全壮 这个就是 日本天皇手上握有的 台湾这块领土主权的土地全壮 在这一个合约之后 一直到今天 没有再签订过 歌让台湾这块土地的条约 了解吗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 只有这一张而已 歌让台湾之后呢 他将大清国 将台湾跟澎湖 歌让给日本天皇之后 台湾就进入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我刚刚讲了很多的重点 最动要的重点就是 荷兰正式王朝 然后大大清帝国 这么久几百年来 没有一个国家认真的管理过台湾 那请问 台湾的亚洲四小龙精进奇迹 是谁创造的 台湾人自己创造的吗 是日本打下的基础 这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开始进入日治时期的时候 我们分为三个时期 前中后 前期大概二十几年 中后期 差不多三十几年 那这为什么要分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跟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有一样的心情 你们台湾民政府的人啊 都一直讲说 日本人啊对我们很好耶 不过啊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什么革命 有什么事件 物色事件 抗议事件 有没有 真的对我们很好吗 是不是你们评我呢 有吗 有人这样想过吗 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 我心里有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研究才发现原来是这样 刚开始前期的时候啊 武官后腾心平 他用比较严格式的殖民主义 控制整个台湾的社会 为什么 日本刚接管台湾的时候 一进来的时候啊 哇塞 没多久就死了三四千个兵 日本兵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是我们抗战打赢的吗 我们他们来哦 我们是有抗战啊 我们用这个什么 爹哥到塞德 我们用这个跟日本打啦 死了三四千人你觉得 刚是这 是吗 不知道怎么死的 病死的 生病 是水土不服吗 不是 是台湾太脏了 那时候台湾太脏了 为什么 大清国两百多年来 没有好好的治理过台湾 我刚是不是有讲 他们 班兵制度还有台湾不组成 他们不建设的 不花一毛钱的 你要管理一个桃园好了 你要不要盖桃园县政府 要吧 台湾不组成 他们台湾完全不盖任何的政府机关 不想花钱 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最便宜最便宜的方式 然后来挖台湾的物资 所以就算两百多年来 一直到日治时期 后腾新品进来台湾的时候 他才发现 哇塞 台湾完全没开发 所以 瞬间就死了很多人 祸乱嘛 脏乱嘛 所以那时候呢 他必须要制度 他得盖医院啊 盖什么 可是他发现了 一开始他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哇 欸你大清国哥给 我的台湾东半部没有欸 你只有西半部欸 那东半部的主权没有建构完整 他就问 美国 问 比较强权的国家说 如果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那我要怎么办 美国跟他说 你必须像我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征服 因为他不是国家 他是部落 所以 有我们记忆中的什么 抗战嘛 打战 所谓的事件 他一定必须要先征服你之后 他才有办法落实他的制度 那一开始 其实前期二十几年 他还没有要将台湾 作为他自己的国土 当然啊 如果以殖民地来讲 他也一样啊 我建设好之后 我也是运到日本啊 所以刚开始初期的时候 我们的人民 一样就是有主军 然后抗日 但是日本啊 他们对我们台湾人民的 评纪就是 是可杀不可辱 台湾民族的精神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说 后腾欣平 他有 过 有没有公 有 现场在座有 已经申请台湾民政府的 请举手 身份证 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 那请问举手的各位 那时候叫你们去申请什么 护吉腾本 护吉腾本 什么时候的护吉腾本 日治时代 为什么不是大清国时代 他们没有 对 因为没有要好好的管理你嘛 一直到后腾欣平 他做了什么动作 户口普查 下 他把你的家家户户 你家家啊 有计划 有计划 有计划人啊 帮你调查的清清楚楚 我们一直到了日治时期 我们才有户籍腾本 所以到现在中华民国还在沿用他的东西 户口普查 科学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警察 经过这一些发展之后 到了1904年 台湾财政已经可以自主 不需中央日本中央补贴 这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啊 经过荷兰正式王朝 大清帝国所没有能够做到的事 因为你建设要花钱 人力要花钱 他们都不要花钱 不愿意建设台湾 所以他们不知道原来台湾啊 他们不知道台湾是物产风扰 一年山收的宝岛 你将台湾好好的建设之后 台湾不但可以自给自主 不需要你再拿钱补贴我们之外 我还可以供应你大米仓 我们台湾成为日本的大米仓 所以当时台北下水道的覆盖率 是亚洲第一哦 还不是小小的第一而已 是亚洲第一 小小的一个台北而已 然后呢 我们的中后期 一开始五官同志 中后期进入了什么 田建智郎的文官同志 我们所谓的就是分为五十年 分为前中后 中后期田建智郎 跟当时的首相袁靖 他们就觉得说 我感觉台湾不错 我们后离我们日本也蛮近的 我们把它纳入为自己的国土 不错啊 好啊 他们就做了一个内地延长主义的政策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开始下去实施 决定要将台湾 纳入为我们日本的国土 所以他做什么 日本流球 然后延伸到台湾 让我们的思想 那时候我们的早一辈 是不是有学IUV哦 效忠日本天皇 我们要有共同的思想 日台共学 日台通婚 然后将台湾 好好的做建设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建设师很有名 大家知道吗 八田与一有没有听过 有 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他将台湾做了什么样的建设 大家有看过去过这里吗 这是八田与一的雕像 在乌山头水库 有人去过 有水 不漂亮啊 他对台湾啊 设计了什么 迦南大郡 乌山头水库 台北下水道 台南水道 桃园大郡 都是我们日治时期 那时候很重要的水墓工程 因为这个台湾 台湾今天才会成为鱼米之乡 这些工程非常的重要 乌山头水库甚至成为世界第三大水库 世界第三大哦 有没有很厉害 可是这个当时在我们台湾的历史 从小到大学的课本里面 有在强调吗 没有吧 大家脑袋里是不是都装一些那个康熙乾隆武则天 对不对 甄嬛传还有甄嬛传 就是啊 请问中国的历史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耶 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 大部分都是在学着这东西 洗脑呗 然后叫你要回归祖国啊 反攻大陆啊 不是吗 都在学这些 啊真正要了解台湾的历史的由来的 教的少之又少 然后让大家现在70年来 头脑都很停顿 就被限制限制在这个里面 所以真正奠定台湾经济奇迹 亚洲四小龙的是谁 是日本 交通运输方面 重贯铁路 我们的港口修建 机场 开发全台的电力 还有建立什么 媒体 资讯传播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让你一个国家的人民 可以生活的富足 快乐 的一些重点 那到后面呢才会有什么 培养出精英嘛 它盖了很多的医院学校 那就会有 医生律师老师 这就是 培养台湾的人才 那最后 我们跟当时的中国 现在的中华民国 有多大的文化落差 应该大家都不是很知道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它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我们台湾就已经比他们还要进步100年 那时候我们已经建立什么 各级行政司法机关 警察护证 农会金融财迹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啊 它有个重点 它可以让大家的道德素养 文化价值观 都培养到一定的水准 那培养到一定的水准 你就不会怎样 随地 土壇 然后随地 大小便吧 因为你知道那个是 不好的行为 教育重不重要 重要 因为它可以规范一个人的道德 那它才可以让一个国家兴盛 是不是 包括现在台湾民政府 我们以后 能够创造台湾成为一个 不要贪污的世界好不好 不要黑金好不好 不要马路每天没有钱就去挖好不好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学生是不是有武士精神 大家都跪着 培养武士的精神 马上我们现在这么好 坐着上课 还可以睡觉 那大家看到 有没有很漂亮 大家都有鞋子穿对不对 我妈跟我说 他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他就说 不错耶 我那当初 小孩的时候 打掃的时候 还没有鞋子穿 没有鞋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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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日治时期有鞋子穿 你那当初是什么时期 中华民国刚来统治台湾的时期 变得没鞋子穿 变得没鞋子穿 我们现在这一代啊 可能我没感觉 可是 有生活过那个时期的 他知道那个时候 很多人饿死街头 为什么 等一下会讲到 刚好今天 是什么日子 讲到这个 我等一下会不会 太激愤 然后休克 大家看到这张图 这个是在台湾 第一所 台湾成立的 就是为台湾人 所成立的一个小学 然后他们 台湾的小学生 打赢日本的小学生的 一个合影留念 没办法 可是 棒球代表什么 画又代表什么 代表啊 台湾人啊 在那个时候 吃的饭 穿的烧 还有时间去打球 吃的饱穿的暖 你才有时间什么 发展其他的事情 你才有办法去打球 画画 成城坡很多人认识 可是 大家不知道他怎么死的吧 而且还蛮可怜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什么 两个图 现在你还会觉得 大清国 是我们的祖国吗 1895年的时候 大清国统治下的台湾 跟日治时期改正后的宽敞道路 有差哦 差很多 一个多几年 212年 一个几年 50年 可以做成这样的差别 有新跟没有新 文化的落差 终于 日本天皇 他颁布了诏书 在这一天 他颁布诏书 将台湾宣布什么 1945年4月1号颁布明治宪法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意义是什么 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代表 就是神圣不可分割 他有一个例子 原本我们在签下官条约的时候 请问 大清国 他割了台湾跟澎湖给日本天皇对不对 他还割那时候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辽东半岛 然后那时候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稍等 辽东半岛 就是当时满清的奉天 他说 那是满清的起源发源地 大清国的发源地 是大清国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因此不可以割给你日本 所以日本说 OKOK 那我遵照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所规定 我再签订一个辽南条约 将辽东半岛 这歌还回去给大清国 所以当台湾 这个 这是日本对不对 这个是日本的地图 当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神圣不可分割啊 而且 从下官条约 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一个图 我刚有强调 一直到现在 我们没有再签订过任何一个条约 有再将台湾割让出去 所以请问台湾这块领土储卷 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 我们有依照什么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你要将台湾纳入为自己的国土 你可能你要赋予 参政权 下达征兵令 宪法 我们都做了 日本都做了 所以是合法的 合法的建构台湾的主权后 要合法的纳入为日本的领土 那大家累了没 要不要下课 十分钟 不要 休息一下 我们活动一下 接下来下一段好不好 好 谢谢